好,這個是endoscope setup 通常我們就打開蓋子 把這個盒子拿出來 裡面有一個camberra cable 有一個腳踏 有一個鏡頭 你是不是傳給我? 好 好 之後我們把這個位置打開 在這裡你會看到 有一個頭是放那個cable的 我們把這個位置扭開 紅點向上放下去 OK 這裡有一個鏡頭蓋 開了去 跟另一邊也是一樣 扭上去,嘗試針方向 好 在這部機的背後有兩個位置 我們要放的 第一個位置就是電插 電插我們可以拿 flur pump的插 放下去 這個就是開關鍵 第二個就是腳踏 這個是腳踏 我們就放在這個位置 OK 之後我們就會看這個內窺鏡的設定 跟著面向上 working shift 於是我們就開 裡面你會看到有一些光纖的 cable 第二就是 眼皮 通常是輕輕扭開 開蓋子 這裡有一個working shift 就是輕輕扭開 把裡面的東西放進去 然後就沿著這樣放進去 將這個轉一轉 這樣就會鎖住 這個很特別 千萬不要跌 或者是有壓力壓彎 因為都很昂貴的 好 之後呢 我們就會有一個光纖鍵 有兩邊的 長的一邊呢 就是放進去那個gade的裡面 最大的洞 OK 正如這個位置 就把它拉下 拉下 按下 按在這裡 這樣就會自己鎖住 向下拉 側方 拍下去 這樣就鎖住 好 剛才我們有一個camber head 這個mechanism 也是按這邊 按按按按按 這樣就開了 照舊 這樣吸下去 這樣就鎖住了 OK 那內窺鏡的設定就完成了 開關的時候 我們就是 按一下short press 在這個開關的時候 這個就是開關鍵了 開關鍵 short press 開了後面總鍵 開 那它會亮燈 OK 當它準備好的時候 通常會有英文字在上面出現 那我們這個時間就可以short press 小於一秒 一二三 OK 開 那機器就會start up 成功的話 你會看到一些字眼在裡面出現 還有也會看到光源 那就ready to use